啊 看过冰狼姐妹花吗 还记得爱讲英文的赛金花吗 没错 她就是曹兰 表演方式夸张又搞笑 成功塑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 18岁出道开始演小配角 一直到被王军发掘 曹兰这匹千里马就像遇到了伯乐 从短剧表演一直到主持节目 演艺事业如日中间的曹兰 更衣手只要你给我记住 让大家朗朗上口 演艺身段如此放得开的她 私底下也是这么夸张吗 请锁定今晚的康熙来了 曹兰电视live show 康熙来的全门很多观众认为 许希蒂小姐的表演 斜曲之中带着 歇斯底的疯狂的风格 斜曲而带着歇斯底的疯狂的风格的祖师 今天来了 我们欢迎曹兰小姐 欢迎曹兰姐 真的祖师爷爷真的是 你为什么已经开始笑 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年轻的时候 对应该是这么说吧 你现在看到我这种疯狂的程度 你都觉得跟我当年比起来算小case 没有啊 不会 我们真的就觉得你很棒 所以真的今天为了来参加康熙来了 所以啊 我姐我妹啊 其实我们公司的人 有很多人都想要一起来 但我拒绝他们 要很丢脸 其实妹妹都来了 妹妹已经被你硬塞了 我姥姥 我妈妈 我阿姨 大家都想要来 又聊什么 而且不许摄影头有规定 人不要进去太久了 可能是要聊祖宗曹曹的事情 对 可是妹妹来了嘛 是是是 我们欢迎曹林小姐 好 曹林旁边的是你的长期合作伙伴吗 没错 我最好的朋友 然后她现在是我的老板 她是你老板 是 她可以决定你赚多少钱 她 她可以决定我赚多少钱的同时呢 她也可以决定我不要赚多少钱 她也可以封杀你就对了 抄着你的闲杀大钱 李慧蓝小姐 欢迎 李慧蓝你现在去做的节目 她的生活就会往这个节目 还有《综艺大歌大》 《综艺大歌大》从来还不够 没参加 没有啦 我就说你有在制作 对对对对 终于她跟她没有请过曹林上节目吗 有 有 有 因为她其实日本往返时间比较紧 所以有一次碰到李慧蓝的录影 就特别请她 她表演了什么才艺 就生活智慧啊 你就唱那一个 是 当时是表演什么 如何让玻璃擦得很干净吗 没有 当时是表演如何 用两个铜板打开临时带这样 然后等一下 等等 结果那集收视率好不好 她没有影响太大 因为我必须前面两个都要保护住这一段 所以排妆当的时候特别保护她 前面就安排 玻璃特洞 然后没有下衣老师等等 完全把你当成不可信赖的来说 可是我觉得曹兰姐 你的人生算是很 我还蛮憧憬的耶 真的吗 就是在演艺圈就是呼风唤雨 然后也赚够了钱 然后就开始回归到学生生活 然后也找到一个相爱的人 还好啦 其实每个人不都这样 你也会有一天是这样的 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上人也这么说 可是她不喜欢 可是徐依蒂不喜欢念书啦 我小时候也不喜欢念书 她如果退出演艺圈 一定是为了别的原因 不会是为了要去求学 可能就不小心怀孕了吧 你不能演一点比较高明点力 把她刻意怀孕吧 可是她像徐依蒂她现在 这样子如果说离开演艺圈的话 我想蛮可惜的 有人说过 比方说你们是同一个路线吗 是可以这样算吗 有人说过我们家三姐妹是那个 就是年纪大的 许氏三姐妹这样子 对 我这也是 曹玲请出来一下吧 姐姐我来了 姐姐 我没有听过你们的姐姐 我姐姐 因为我今天特别抓她来 那比较不像 你们是三姐妹 对 我们家也三姐妹 然后只有她做电视 你们都没有做过 曹玲曾经 高中的时候 是什么 小猫队 青春大对抗 那时候 跟谁一起 同时期的同学们还有小虎队 对 我记得 所以小猫队是小虎队的 正式的一个 类似的团体 那时候开始流行少女团体 对 那后来小猫队怎么了 没红吗 撑了多久 撑了多久小猫队 好像撑了几期吧 然后后来小猫队最红的就是许若轩 许若轩也是小猫队的 后来是少女的 第二三期 你跟许若轩是同一种 女生 对同一阶梯的 OK 那你们俩有构心斗角吗 没什么好逗的 根本逗不够 不是 撑 她小猫 她今天 三姐妹里面她的胸还是比较 所以妹妹还想再回归演艺裙 对不对今天穿成这样 可是这是她平常的打扮 她平常的打扮 就是这样 真的 就是爱露的路线 对 喜欢 不喜欢做不男不女的打扮 也不用这样公平 你一般理会来都在哪里 你一般理会来都在哪里 她哭着跑去摄影框 什么的 越来不会哭 她会过来给你撑 小猫队难怪不红 好久了 女生公子 那姐姐看起来外形很端庄 也是疯狂的个性吗 不会啊 我就是很端庄啊 没有疯狂 你大姐是不是也蛮端庄的 我大姐就是一个隐形人啊 对啊 我就是 我在家就是 真的吗 就是飘来飘去 就是每天没有煮这样子 不要再干嘛 对 然后讲的话 完全没有任何爆点 都非常无聊 对 她们不这样说我没讲 我怎么会想起来 我这么贴气 就是这样子 我跟大姐两个人聊得很高兴 就很激烈 然后大姐就会冒出一句说 晚上要吃什么菜 就把那气氛整个就拉到最大一点 对 类似我的角色就这样子 可是我们如果说去KTV玩的话 她就会比较开心一些这样子 她就会有一些出人意外的表现 所以 我大姐也是 大姐比较少 因为我大姐她本身实在太没有TEMPO了 所以她如果去KTV 然后就很爱点Coco那种热歌进我的歌 然后她就会你知道 就会跳一遍 就是怎么会这样 反而会制造出另外一种效果 所以大姐是这样子 也对啦 大姐是曹 曹萱 萱 所以曹萱平常不太出现在电视上是不是 她从来没有 完全没有第一次吧 第一次 对 是自动报名的吗 呃 被拉上来的 OK 她们的小时候的照片在这边 哦 哪个是哪个 这个是曹萱姐的 是照我们现在的顺序吗 中间的是我姐姐 曹萱 然后穿绿色背心的是我 左边拿着玩具挡着脸的是我妹妹 哪里有绿色背心 呃 左边拿着玩具 我刚才有一个问号产生 不是 因为曹萱有的时候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必须要确认一下 听说她会失忆 那个是这样有在夸张吗 你严重失忆 是谁结婚 什么家的 你结婚 然后她不知道她在哪里是不是 对 她是看了照片 然后问我说 这是哪里 我在干嘛 你在干嘛 你在哪里 我说我在结婚 那我在干嘛 你在场倒数进酒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喝醉的关系 是喝醉 没有没有 是我的脑袋里面 就是完全没有说 我去参加我姐姐婚礼的这件事情了 那你记得 你有吐持过《综艺万花童》吗 有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节目 他们说出来我会说 我有去过吗 还是什么 类似像 这是一种病吗 还是个性使人 我去 我还特别为这个 去照那个什么MRT 还有什么的那种脑波 你有去看过医生吗 有 因为我想说我到底怎么了 结果后来医生怎么说 没事 对啊 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真的忘记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样会让你有点害怕吗 有时候会忘记 不会啊 因为我也不会去在乎这样子 可是你有一天如果醒来 看见你男朋友的脸 然后说你是谁 很奇怪 我教过男朋友 我都记得 你这女朋友很奇怪 对啊 有什么好奇怪 这不是应该的吗 没有 有什么别说 并没有那个很深刻交往的 你就会说 这个人好熟喔 就会想不起来 我为什么跟他熟 所以你是要透露说 你基本上还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人了 有 有 所以 曹兰你几岁开始 出现在电视上 高二的时候是几岁 高二的时候是几岁 高二 十六吧 十六七岁 是当 连续剧 哇 什么样的角色 配角 当然了 不可能是高二的当场 哪一出哪一出 第一出戏呢 是中华先生制作的一代佳人 由汤兰花小姐主演 那个是乃哥 大片耶 对啊 我就是那种 每天都会出现的那种角色 因为每天都出现 就会有很多的钱 就是每一集 都会可以领得到钱 什么角色呢 汤兰花身边的贴身丫鬟 有任何台词吗 很少 有讲过什么 好像有过台词吧 但是大概都不超过十个字的那种 为什么你就是会被认为 好像榜两个竹竹 就会很像 丫鬟的样子 对不对 这是一种公文化 还是羞 对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 他的型很适合 很可爱的丫鬟 对 你不会叫他演一代女王吧 就是蛮 就是天生不是当女主角的名 所以后来 后来因为我 参加华氏演员训练班那个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王大哥 王君大哥很 很 很中肯的跟我说 就是说 你这样子可能一辈子 就是我长相 没有办法当成女主角 你还不如来做综艺节目 可以做一辈子 所以你本来是想要走演员路线的 是啊 而且你本来要走女主角路线的 没有啦 完全没有 我都不觉得我是邪星 所以你也不觉得自己 会搞笑或什么的吗 不觉得耶 你不觉得自己是邪星喔 到现在都没有 像那个时候当邪星的时候 就比如说战时舞台 或《综艺》 《综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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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演之前需要 你知道 就是先也进房间 然后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要变邪星人 没有 我跟你讲 我的上升的方法 就是看到红灯亮 我就上升 然后录完要先 让自己冷静下来 那你在过马路就很危险吧 红灯你那里有温兆 你也会发疯 我觉得当初 当初上女生的那一位 现在常常上CCD就行 我一直常常看到红灯就没办法 就是她们总是要找一个替身嘛 就是你们玩我 下去 下去 妹妹整个人很挺耶 挺 就整个人挺到有点离奇的状态了 她讲话也很沉稳啊 并不像她姐那么卡通的讲话 她讲卡通吗 她讲卡通吗 她说我卡通了 你的声音很卡通好不好 可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悲哀 比如说像我讲出来我的年龄 比如说我跟肖强同年龄 就她就觉得不可 你好苦脱肖强下学啊 所以你才27岁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就至少要脱还要脱一个撑头的 不要说我跟那个 就是比较那个 张 就是总是要脱一个跟你说的 可是你几岁啊 哇 不可以逼人家讲 因为重点是她把肖强扯进来 所以就放过她们两个 不要问 所以 有的讲出来会很惊人的程度吗 其实还好耶 因为我觉得脊血差不多了 36岁 你这太夸张了 没有啊 我惊讶是说 原来你跟肖强保养得这么好 没有啊 曹淡如果不是太久出现在电线上的话 像这样双街去混 说是混18岁都可以混得过去啊 真的啊 我在学校里面 我的同学大概都是 我可以生得出来的那种 她也没有怀疑我的年纪过 天啊 很惊人耶 所以我真的觉得她 所以你在日本跟同学吵架都说 你不知道我可以做你妈吗 我很少交朋友 我不跟他们讲话 到了日本也 好可爱 所以不是因为当艺人的关系 而不交朋友 是因为你本身个性就这样子 曹淡难相处到 连制作人都受不了 我一开始是很敬畏她 然后讨厌她 曹淡个性难搞到工人羞辱制作人 如果你看那个本子 你觉得不好笑 你当场就会修理 她不会丢本 她会用一种非常寂寞的羞辱我们的方式 就是说 她想 这个Ending好笑吗 然后就放在地上 不然你这样说 我们就会说 我们让你去修本 她会蹲到里面等 可是是没有表情的 你那时候想说 你可以想出个好笑的这样 这很棒 还会这样 这是红极一时的槟榔姐妹花 好久不见的槟榔姐妹花 千万别转台 好久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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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些全都是小朋友 第一 他们讲话 你根本懒得去理他 因为他讲全都是我知道的事情了 然后第二 因为那个 平常上学这样子 其实很少有什么 刻意去交谈的时间 不爱交朋友是全部吗 就是说 在台湾也是这样子 对啊 他没有朋友啊 那你是 我现在工作了 不得已啊 我叫曹兰 我叫曹兰 曹兰朋友真的很少 他会 他长得那么开朗的样子 别人你以为他很爱交朋友 不是 他其实台上台下差很多 他是一个很封闭的人 所以会有路人跟你说 曹兰你本人怎么很不活泼 没有 有一些路人 他可能 因为我们平常在电视上的表现 就是比较平易近人 所以有的时候 我很喜欢走路 一个人走在路上 或者是买东西 看电影什么的 但就会碰到有人说 曹兰耶 然后他会过来说 你怎么都不笑 对 諧星的秘密就是这样的 可是我一个人走了 我为什么要笑 所以你会怎么回答 没有 我就这样的回答 我为什么要笑 我只有一个人 我跟谁笑 然后路人通常都会有点吓到 对 所以我就是 基本上就是 没有工作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亲近 所以你当时会离开演艺圈 是因为有点受不了 也不断地要跟人群接触吗 其实不是 是觉得自己好像 越来越没有内涵 好像所有的东西 全都已经这样子 掏空了 对 可是没有内涵这件事情 并没有困扰过许希帝 我夜深人间都哭 这点看不见 哭什么 自己没有内涵 常常学花瓶这个 压得我很累 这个包袱 发瓶是绝迷 不是你扛着一个发瓶 我就是这个包袱 为什么 我们要放简单回座 因为我们要看常来的作品 好 好 常来小姐的电视作品很丰富 那她在电视上面 向来给人家一个很 一贯的印象 什么样的印象 好巧的人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信学大师 金赛夫人 信 信 我们今天来谈天说信 信就像是雪片般飞来的信件 第一个问题是元旦跟信有什么关系呢 我郑重地告诉你 请读我的唇 没有 金花 嗨 Everybody It's me again 我是Golden Flower 我给我的一个Good friend 好的 我先来打电话给他 嗯 叮叮叮叮叮叮 Oh Are you Gobachi Yes Yes OK OK 小哥嘛 Yes I am Golden Flower 我到你时尚接冰朗 随先爬山随先藏 大家好 我們是那快乐的冰朗姐妹花 我是包圆啊 我是奇亚六 哇 哇 草原真的很经典耶 真的耶 你有创造过很多经典角色耶 Golden Flower Style还记得啊 金赛夫人 冰朗姐妹花也记得 回顧看这些影片 你会觉得是什么感觉 還滿好笑的 其實我都覺得那個時候 綜藝節目比現在的都好看很多 我也覺得耶 真的好看很多 而且好像比較有道理的樣子 就賽金花在幹嘛 或者說金賽夫人在幹嘛 好像都有一個原因的樣子 而且算是開創五里頭的一種風潮吧 講出來的話什麼的 也還好 這樣好像 因為自己講自己好像變成好像 往自己臉上貼金 那時候有沒有很大牌 曹蘭不會大牌 但是我覺得我一開始是很敬畏他 然後討厭他 之後才會順眼 怎麼會敬畏他 你去跟他工作的時候 因為他跟我王大哥工作很久 其實他錄這麼多的東西 比很多工作人員的經驗跟 要去想東西來得快 所以其實你今天的時候很害怕 因為王大哥懂得本子那個 歌詞歌的話 很可怕的 每天要錄那麼大的量 可能要錄十幾折 二十幾折都可能 像剛剛那樣就是一折對不對 比方金賽夫人就一折 你一天要錄二十折 然後換不同的造型 對 所以如果你看那個本子 你覺得不好笑 你當場就會修裡面 他不會丟本 他會 他會用一種非常靜默的 羞辱我們的方式 這個Ending好笑嗎 然後就放在地上 蹲在地上說 我們就會說 我們那你去修本 他就會蹲在那邊等 可是是沒有表情的 你那時候會想說 你趕快想出個好笑的就好 這很棒 你哪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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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丟 沒有丟 加油 你要學一下 這個很厲害 不是演草蘭鐵嗎 你是草蘭啊 好 假如你是那個康熙來的製作 本是怎麼樣 草仔解釋新的劇本 請過目一下 等一下就要錄哦 你覺得這個Ending好笑嗎 我覺得蠻好笑的 我覺得我笑不出來 那我去改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很後悔就為什麼要用蹲 其實我要講一下 這個Ending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是坐在椅子上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們蹲得很沒有拍的 對 本來剛才是很大盤 然後突然就 就是在幹嘛 講一下 因為草蘭不希望耽誤任何現場 他是一個非常準時的人 再加上以前可能是王大哥 或者是佐哥 胖哥 就是說真的是我們長輩期的人 在執這個短劇本 所以對他來說他的磨練非常嚴格 那他看這個東西也不希望不好 他真的只是覺得說 這樣子可能不合於 之前這個角色的生命 就賽金華要活著 你們這樣寫他可能死了 可是他又不願意說 我就到旁邊去等 我知道 這個必須要說 因為我們通常在錄的時候 我們是要錄這個東西 才拿到這個本 比如說好 我現在錄了 我已經站到這個stand by 的位置 然後他們等過來對不對 就會看一看 這樣好笑嗎 然後我就在這邊等 因為我在這邊等啊 所以他就會趕快去寫 因為我要這邊等著錄 那你在等的時候表情是什麼樣子 就這樣 沒有表情 就是 就是看到他們寫啊 天啊 好可怕喔 不會 這樣還可以增加工作效率 就是他們會有時間壓力 如果說我又跑去 又喝個茶或幹嘛的 那這個本會到時候 孫雄哥 你來演一下 快點快點 這是說不喜歡那個Ending嗎 對 就是 孫雄哥這是我們今天訪問 來賓的那個腳本 你看一下 就是我們擬了一些 要訪問喬蘭的那個問題 這Ending好笑喔 我笑得還滿開心的 你幹嘛蹲在那邊 啊 我想要捲 我想要捲五塊錢 真的 她很奇怪 她整個沒有氣勢了啦 對 而且妳堂堂在高漾 就蹲在那邊 可是我們都是穿著什麼 Golden Flower Set 什麼的系譜在那邊 所以其實 我有點懂 妳是一個喜歡趕快把工作做完的人 而且我比較沒有辦法 就是容忍 工作到要零工作的時候才完成它 比如說像劇本等等那種東西 所以你們為什麼要最後關頭才完成 不能早一點做好 我們沒有最後關頭完成 是最後關頭我們也不知道那不好笑 就是我們還OK囉 所以你們笑得出來嗎那個結尾 其實還OK 但是因為我想我們沒有辦法比過王君大哥 是真的 因為曹蘭他那麼年輕就跟王大哥合作 王大哥的短劇的確非常精湛 很多東西他創出來了 延續生命其實還蠻辛苦的 那萬一頂嘴呢 比方說曹蘭你現在把本子還給西蒂 你說這結尾好笑嗎 我現在演誰 曹蘭好 你就不滿意的結尾喔 她是工作人員 這好笑嗎 對 拜託這超好笑好不好 我媽笑很高興耶 那你演一次給我看看 就是啊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比我害你 都沒有 都沒有二百五的工作人員會給你 有 其實常常說是真的 如果有工作人員說 藍姐我真的覺得不錯 她其實真的有可能說 那我演面給你看 或者說那你演過 就我怎麼樣要阐釋 把這個阐釋的好笑 你剛剛演的那個是真的 你會叫工作人員說那你演一次 對啊 但是那工作人真的會演嗎 他們就是 我是金曬夫人 你們問我 不好意思 藍姐 我去吃好了 他們都演到一半 就真的演不下去了 就是說 你看 當工作人員自己來演這個角色 她絕對不好笑 所以她就知道不好笑了這樣 可是沒有 我覺得是工作人員 她本身不是藝人 要在你面前演 那是很大的一種挑戰吧 真的有人敢敢做這種事 所以你開始就敬畏她 是這個時候嗎 那後來討厭她又怎樣 因為她的確很聰明 所以她這個 也不能說挑剔 因為她是非常仔細的 所以你會開始就覺得說 就這樣難搞 對 你去面對她的時候 總會覺得說 因為她真的 但都是為了好 你也很難說 她從來沒有一次拿到劇本以後 是歡欣的嗎 就說 欸好好笑喔 有很多 還是有 但是因為她的 就像曹蘭一樣 因為她真的沒有什麼表情 所以在那一刻的時候 其實會很難抵擾 沒有表情很難表現歡欣吧 欸好好笑喔 不是 我是說她很不滿意的時候 那好的時候 當然就是會那個 歡欣雀躍啊 什麼這樣子啊 你絕對想不到 曹蘭在圈內居然人員差 敵人多 演藝圈樹立過什麼 就是 有啊 常被抱上鞋 都是不好的 這樣子 因為她看不慣大牌的壞習慣 像有一些 真的是大牌摔到那個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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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曹蘭居然是人家的第三者 是要追求你嗎 對耶 因為她好像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她還有泰牌的時候 她就喜歡我了 妳不是第三者 不滿意不會有皺眉頭什麼這類的 不滿意 我也不會像有一些 真的 真的是大牌摔到妳的上 誰啊 誰啊 妳已經不是 妳不要害我 妳們前後很多來賓都被害到 對 我沒有注意到 有一個壽星有沒有 人在大陸 莫名竟然被講了好幾次 張氏才被講了三百次 亂踩 每打女友的時候都被抖出來 是喔 我跟她那一集 有樣超精采的 我都替她捏汗了 真的 所以潮南在演藝界 如果沒有很多朋友 那有沒有很多敵人 敵人啊 就怕她的人多嗎 應該沒有什麼耶 她其實就是這樣子 她可能一下子 可能說話很直 讓人家不舒服 但是 我覺得她的樣子 不會被視為敵人 對 這是真的 比方說森林裡面 老虎很少把松書 當成是敵人 妳有在演藝界樹立過什麼 就是 有啊 常被抱上鞋 都是不好的這樣子 對 為什麼 她講說妳長的樣子 並不像會有敵人的樣子 可是 因為可能就是我 年輕氣勝火力旺的那種 然後就是 講的話沒有 我不會經過大腦 我一定把我想到什麼 我就說出來 對 如果我現在跟妳搭檔 然後我不好笑 妳會直接說妳好難笑 或者是比如說 我不知道妳會不會記仇 或者比如說 看到妳會說 哇 原來妳也貼雙眼皮的那個膠帶的話 可能有人就會生氣 妳會這樣子 妳講過很多 比妳連資深的人 妳就說 妳也 資深的是還好 因為我一直就是 因為小時候家庭關係 就是長幼有趣啊 什麼的 敬老尊賢 妳就是會把妳看到的 什麼心裡想的話 直接講出來 對 或者說暗姨 妳不要這樣做 什麼會比較好啊 OK 結果就因為這樣子而樹梨 但是呢 通常人家這樣 就說有人用皮帶勒得很緊 然後有肉繃出來 妳會說不要勒那麼緊 對 會說妳要不要放鬆 是不是 對 妳要不要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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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木賢 妳不要再穿高藥的好嗎 妳有把郭木賢 拿水開 郭木賢 莫名這樣被我講得好幾次 很慘 那我跟大家算是還滿幸運的 然後好像沒有被妳講過什麼特別的 因為妳們很好啊 妳們騎不同吧 前後騎啊 就是很後輩 然後也上過他們很多節目 真的嗎 去日本之前的萬花筒的時候 妳們出現的這樣子 我們出現 上過 什麼 妳上過萬花筒啊 拜託常上耶 那時候常上啊 妳是備份那麼高嗎 我是妳 我一直在忍妳 對不起 前輩 還是個花瓶啊 關妳 本來還連花瓶都撐不上耶 只是瓶子 所以那時候妳去的時候 妳覺得她怎麼樣 那時候就 我跟我姐都很喜歡她 就覺得她主持得很好 那妳每次這樣子講很直的話 然後 可是別人也不會怎麼樣 最多就覺得說 曹南250就會亂講話 就是這樣 可是有些人不會 就會說我以後不要跟她合作嗎 並不是合作不合作 我想就是可能就 就直接就說 哎呀這個人真難搞 或什麼的 可是 我想說 我不講的話 也對她不好嘛 對不對 那妳從小就覺得自己漂亮嗎 沒有從來不覺得 我是一個美人 從來不覺得 真的嗎 嗯 就這樣 不管 不是以明星的標準來看 做一個女生是很漂亮的啊 還好耶 因為我們家從來也沒有人說 我是美女或什麼耶 妳沒有覺得 扮醜是一個為難的事嗎 剛開始的時候也有 剛開始的時候非常非常的抗拒 第一次扮醜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扮醜 而拒絕是在鑽石舞台的時候 就是剛進這個綜藝圈的時候 然後我不知道 那時候演了一個短劇 要我穿上超人的衣服 哇塞 那就是 然後戴上一根那種麥克風的頭 然後你知道 就是超人衣服穿上 它是景深衣 等一下這個透完 然後就是後來就是 所以第一次 這個都是很高興的 這都是高興的 所以超人頭 超人然後 超人的服裝 然後麥克風頭 然後當場我就哭出來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做這些蠢事 因為妳本來是要聽年輕演戲的 對不對 對 而且那是景深衣耶 對啊 那景深衣 你想想看 一個女孩子穿上景深衣 然後 而所有的人都是正常的衣服 那時候很噁心耶 為什麼所有人 別的人都是正常的嗎 對啊 別的人 就像現在錄影現場 只有妳一個人穿怪衣服 因為我們演短劇嘛 那妳當時怎麼辦 哭了就 哭了 然後就 那是第一次說 就是 比較有抗拒的心態 而 而那個時候 王大哥也在棚裡面 發了很大的飆 哭了嗎 哭了嗎 哭了可以解釋嗎 怎麼了 結果妳哭完之後 他還要叫妳穿那個超人服 沒有 後來變成馬施力馬姐穿 整個超人的角色變成性感 本來是搞笑 就變成性感是不是 好扯喔 可是那次就妳有什麼心理建設 就決定可以辦仇 那 嗯 還說就純粹是錢賺錢 後來 後來感覺就好像是豁出去了 的那種感覺 妳後來就很熱了 後來就很高興 而且就還想辦法把自己弄得更醜 所以像後來我們看到這些 這是演那個 陳曉筠嗎 陳曉筠 那個時候她有練瑜伽以後 太誇張了 因為短劇嘛 不就是要誇張嗎 然後就穿成這樣 然後唱她的歌 好可愛喔 這是妳在日本留學的 對 去看櫻花的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跟男朋友在一起了 對 那這樣在男朋友面前辦醜啊 她拍的 我知道啊 所以我才說妳都沒有障礙嗎 沒有耶 妳從來不在男朋友面前裝可愛或什麼 不會 因為我覺得要裝的話 就沒有辦法兩個人共同生活一輩子了 所以妳一開始就開宗民意的就是放屁啊 對啊 就在她面前要比如說摳鼻屎或什麼 都是很自然 就一開始妳就猛摳了 妳從來沒有 也不是猛摳 也不是說 妳想摳就摳 所以妳們就沒有所謂的尷尬期跟做作期 沒有耶 因為我也 從以前交過很多男朋友 也從來沒有這些期間在 對妳那時候如何跟妳男友就是 開始交流的 因為妳不是個性算是滿難接近的 跟男友交流 因為妳們是因為做節目的關係嗎對不對 沒有 跟她做節目是因為認識 然後呢 我跟她真是交往 是到了日本求學大概半年以後才開始的 是她追求妳嗎 對耶 因為她好像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她還有太太的時候 她就喜歡我了 但是我並不是造成他們婚失敗的原因 這就好 因為我剛才心跳瞬間加速了 然後還要裝作好了 妳真的超美膽的 妳又愛問然後又承擔不了 妳嚇到 所以有時候講話很奇怪 突然講到一些人家沒有辦法接受的 對 妳不是第三者 我不是 所以是妳老公先離婚是不是 對的 因為我去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離婚了 所以她喜歡我很久是 我還在台灣 我沒有去日本的時候 妳到底是為了她 妳到底是為了要去日本 才選她做男友 圖個方便還是妳 是為了她才去日本 沒有 其實我那個時候 去了日本之後 我想是圖個方便 是圖個方便 在那邊有一個人可以照 剛開始 而且會當翻 剛開始是不會講日文 那到那邊去的話 因為找房子什麼的 也都是請拜託她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也就是大概半個年左右 大概暑假的時候 還是什麼忘記了 然後就會覺得說 自己錢花得差不多了 跟她在一起就是有個照應還不錯 所以妳在日本有將近要把妳 在演藝圈賺的錢花光嗎 有喔 一年就差不多了 但是前提是 因為她很不愛賺錢 而且我還聽說 我為什麼讀到說 妳去日本留學前 還把緋川的房子送給王君 因為我也想說 我沒有再賺錢 我沒有錢付房貸 所以就說 我已經付了比如說一兩百萬 還剩下比如說六七百萬 我就會跟她說 那王大哥 那剩下妳就幫我付了 然後這房子就給我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送了她一棟別墅 妳也可以把她賣掉 然後換到兩百萬帶去日本啊 我覺得那些事情對我來說很麻煩 太麻煩了 對 我想說這樣子 有一種孝敬她 然後回報她 感恩她的成分災 天啊 王君大哥到日本去看到 曹蘭在當服務人員 然後就把她給抓回來 因為看不下去 最早你回來主持節目 所以我們可以見識一下 她在當服務人員時候的處境 好 剛才來了永恆的奧客 許希莉小姐 又光臨了一個倒霉的店 所以妳現在幹嘛 是人在日本是不是 還說台灣人 是妳不好看 台灣 而且我也在人在日本 就是我打工的那個店 妳打工的店 好 因為它是榻榻米的 所以比如說我們的門如果在這邊 我們一定是要先這樣子跪下來之後 把盤子放一邊 然後把門打開 打開的時候要說一個招呼語吧 就是說 すいません すいません 所以我現在要用日文講 要的 所以從頭到尾言一遍 すいません 對 然後先把這個放進來 因為放進來你要往前推 對 因為你自己人要進來 然後後面是牆 所以你必須是要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把腳這樣放進來 那還滿性感的啊 是嗎 妳每天做一百遍 才不會覺得是性感的 然後這樣子把門拉起來之後 然後這樣子 他們在核式榻榻米裡面 有規定不能夠站起來 就一直在用櫃的方式來 對 除非是妳要從這邊 因為比較大的房間的時候 妳要到那邊去的時候可以 那妳們裡面可以穿護膝嗎 沒有 不行 因為護膝都好像會凸起來 所以說然後這樣子 然後也是這樣跪著走過來 然後把這個 沒有啦 等一下 因為有個鞋子 尖頭鞋還有 還變得凹起來 會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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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應該是這樣 我們不能夠把它拿到上面 應該要這樣 然後我就看 比如說做那個 它有分KAMIDA跟SHIMOZA 就是主位是誰 然後就從主位開始放酒杯 然後這樣子放酒杯 那比如說在那邊的話 我們不可以這樣子放 就需要到那邊之後再放 就是用櫃的方式再移到那兒 對… 那就讓它累一點 兩個客人 可是你看剛剛有風啊 就是走到那邊的話 可以用站起來的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我們就會只到這邊來 OK 然後從這邊這樣放上去 多種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 點菜還是幹嘛 沒有啊 接下來就要倒酒啊 那比如說倒酒的話呢 因為他們日本人通常 點東西的話 一開始先喝飲料 比如說先喝啤酒 那喝啤酒的時候 倒的時候 比如說它有啤酒瓶 啤酒不是有這個標誌嗎 對… 比如說台啤或什麼 一定要把這個啤酒的標誌朝上 然後呢 不可以碰到碑圓 然後這樣倒 這麼嚴格 那如果沒有照做會怎麼樣 沒有照做 如果說剛好那家店的那個 就是歐卡咪さん 就是女主人 在裡面的話 你就慘了 多慘 就會比如說 斥責 就是等到客人 就是這桌 它不會在表面上做出來 就是等到客人走的時候 再練習個十次還是什麼的 因為我們那家店 算很高級 來了很多政客 政治界的人物 所以說非常嚴格 那比如說到酒的時候也是 就是 都是不能夠碰到那個邊緣 那比如說像這個的話 那它比如說 就是看它的口囉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倒 那如果 滴出來就會不好是不是 不能滴出來啊 所以滴出來 如果是一個政治人物 就會罵嗎 他們會假裝沒感覺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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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怎麼會講這個 什麼 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常去買衣服 或去日本買東西 都會說 所以這是什麼 不同的講法 好 所以奧客可以幹什麼呢 你碰過的客人 討厭的會怎麼樣 碰過討厭的客人 會摸你嗎 吃豆腐 其實不會 因為來那邊的地方 都還滿高級的人 他們也不會說喝酒會鬧事 喝醉了不會摸你嗎 不會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店 我們是純粹高級的料理店 去那個高級料理店打工 純粹是為了賺學費 對 不是在演給王君看 沒有 因為家道中落 誰家道中落 騙鋼 前輩剛剛說話是不是 因為那前輩那個 妳這樣好做嗎 會不會累 我想說把鞋子脫掉 但是因為我很不尊敬 倒不會啦 是喔 沒關係那我就這樣 鞋子脫掉好了 脫掉鞋子脫掉 我也可以脫喔 可是我腳皮蠻多的 我是可以脫 昨天有去修腳 好 而且我看她修幾甲好漂亮 她香蕾白變很漂亮 化飾直甲 化飾直甲 所以你去打工 那真的是因為片鋼 淺花光了嗎 我們沒有說 沒有說隨意的 就是全都是那個 我有 都是乾杯 那我自己個人最高紀錄 就是喝那種 500cc那種香啤酒有沒有 就是一人一瓶 連乾了大概30杯 然後 真的假的 然後 從頭到頭上去廁所 哇 全都出來之後 再回來 不是錢花光 因為她被人家就是 被台灣的人騙 把錢就是 就是說要買什麼影片而不買 然後就 然後但是片鋼必須要先幫她 把影片都買下來嘛 然後結果那個人又說她不買 就片鋼之後 全都把她吃下來 就卡住 那我就趕快去找工作來做 這樣子 那去找到這個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說 哇 台灣的大明星現在來當服務生 沒有耶 完全沒有那種包袱的感覺 就算我現在突然可能沒有節目做的話 我其實去7-11打工 我都不會覺得奇怪 真的啊 所以你也不怕別人直直點點說酸話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 你現在去7-11 你會怎麼樣 你會怎麼樣 好老套的眼 天啊 我這個人真的是很老套 不會啊 我就會說我要賺錢啊 我不工作我拿來的錢 對啦 要是我看到我會覺得還滿欣佩她的 所以王君是看到了這一幕 他主要是受不了你在櫃子 在地上蹭來蹭去嗎 對啊 因為我們每天到打掃也很重要 他的比如說榻榻米的那種打掃 他必須把毛巾扭得很乾很乾 然後開始擦一遍然後再擦兩遍 然後順著他的那個縫 對 那所以每天做這些事情重複的做下來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的腳都是歐青的 然後因為常穿那個夾腳的鞋子 所以我們比較不習慣的話 他越 他雖然有個襪套 可是我的腳的大拇指跟食指中間 就是永遠是流血的狀況 流血 因為每天你要穿的 因為像 比如說他不像我們一般那種海灘鞋 或什麼那種比較鬆軟 他比較硬 比如說木頭的或什麼的 那真的會很不習慣 就很磨 所以其實很苦耶 我從來都不覺得耶 大家都覺得好辛苦好辛苦什麼 我都覺得當時我都做得很快樂 聽說王俊大哥是說 不要賺太多錢會扭曲你的價值觀 對 他是這樣跟我說 其實你就會說 屁壘 就那個時候有很多的什麼代言活動 或記者會什麼 我從來他都沒有讓我參加過 他不希望你去接 他不希望我一下就是賺太多的那個 那個橫財或暴力 他就會覺得我可能從此就是 迷失 迷失在金錢堆中 我覺得這樣也滿好的 後來你就沒有金錢堆可以迷失啊 你就 就到 那後來騙剛先生的生活有好轉嗎 你男友啊 就是不是之前有被騙前那個 後來有沒有好轉 好壞 但是沒有嗎 因為現在日本其實很不景氣 但是慢慢在景氣復甦中 你喝酒的時候是哪一種 是那種一飲而進的嗎 然後就摩嘴說我現在心情很郁悶嗎 沒有 喝酒通常要酒過三巡之後 會兇酒嗎你 敘酒 就是會一杯接一杯那種 會 而且我會追著喝 通常逃不過我第一輪的人就會被打敗 因為我們喝酒 我們沒有說 沒有說隨意的 就是全都是那個 我有 都是乾杯 那我的自己個人最高紀錄 就是喝那種500cc那種香啤酒有沒有 就是一人一杯 連乾了大概30杯 然後 真的假的 然後 然後 全都出來之後 再回來 因為還有好幾桌還沒黑 是跟誰 那時候是百戰百勝的錄影的時候 所以你那時候心情不好嗎 沒有啊 那時候是心情好 那為什麼要喝那麼多 好玩嗎 所以你喝這種情形不常發生吧 比較少嘛 就是通常都是害人 通常就是玩得太高興 讓人家比較難過 30杯這個數目我有點嚇到 我以為你會說什麼 就來個五六杯 沒有 那還要喝嗎 所以威士忌也是你們會喝的酒裂 沒有 我個人比較偏好啤酒 因為乾杯起來才爽快 不會喝酒的人 會不會就更難跟你們做朋友 嗯 不會啊 像Amy姐的話 她也是好朋友 她其實有的時候 她比較不是那麼狂喝的 你說你迷Amy姐 對 她也算在酒國英雄嗎 算幹嘛閒聊起來 那天我遇到那個誰啊 問題是喝醉了也喝土露心事 對方也不記得啊 也不能給任何好的建議嘛 對不對 你就說好累喔 然後再喝就這樣子啊 喝到爛醉為止 土露心事 可是我也不會 我也會 就算我喝多了 我也是會選擇對象 比如說土露心事 比如說像李慧蘭什麼的 我們倆常常有時候就會 會去那種 比如說坐在吧台 然後兩個人可以喝五小時這樣子 然後聊天 像兩個中年男子 你知道嗎 OK 妳還有多久可以念完 如果正常的話還有半年 然後呢 妳有可能會變成一個女學者嗎 我想應該不會 因為我 那會再回演藝圈嗎 就是專心的在 誰知道計畫改不上變化 所以現在就是隨緣的態度 對啊 就有可能也繼續念下去 嗯 我從來不接話也好 OK 還蠻傻透明的 所以妳覺得 再幫我蒸一點酒喔 是 整個已經好像感覺是那個 所以妳覺得 妳看到學習地 有覺得看到像以前的妳嗎 沒有 她比我好太多了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比如說主持節目什麼 我很不會講話 我真的很不會講話 我不知道要如何去拿捏 妳比較喜歡演短劇 可是不太愛妳 對 還有比較喜歡演戲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妳主持得很好 真的啊 我講話超級口齒不清 有時候還會打合頭 可是抓整個tempo和全場的氣氛 還好啦 做現場直播節目的話我比較在好 好啦乾杯啦 好啦 謝謝常常嘉姐今天光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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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